大家好,现在继续为大家来一场三国之二,下火温不走吧 现在就来到了第二关长板挑战 这里是出现了四个暴死 我们来看魏严如何来解决这四个暴死 再来 这种走位相当犀利 四个暴死也会围不住他 再次插起来 疯狂的插起来 直接就撂倒一个 再继续往前走,把这暴死聚而兼职 感觉伤害吵大,魏严骑上马以后 哎,巧妙的躲开了这个燕敏的这个突攻击啊 走位是相当犀利相当给力 这许楚更是砸不到他 这次再次向前,哎,再走,再跑起来 魏严已经,现在血量不多 但是,打这些,打过关还是没有问题的 再次风暴插起来 这些小兵直接被他挑住就是无理开外 BOSS也是一样 真是惊险啊 这么多小兵,这么多敌人围着都打 还能撑住 再次插起来 就这个离点血比较多啊 现在魏严快没血了 有危险了已经 慢慢的这些都被打倒了 看这个魏严能否滴血逆期啊 哎,这一滴血就过关了 真是给力 高手真是厉害 缜着 小兵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